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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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科学的话,我只有你们这一班而已,所以我就ok 这样写是没有问题,因为你们整班都是 新班一班罢了,ok吗? 然后至于数学跑班,你们就要问你们老师 没有跑班了,ok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你们就打开一下 就是那个综合科学还是一样啰 就是第十一章,ok 然后之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想到就是说 我们要怎样画串联跟并联 跟一些些那个用电器 或者是那个电路里面的期间的一些的符号 ok吗?所以这个章节里面的话呢 怎样画,它其实是没有再讲到很多了 ok?因为它就是比较focus在那个电路里面的细节 ok吗?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是进就是11.1,就是电流跟它的那个测量 ok?因为那个电流的话呢 我们之前都有学过就是说 那一个电流就是说 会从battery的正极出来 然后再回去那个负极那一边 ok吗?电流的话呢 就是说从正极出来 然后再从负极回去 ok?除非它是讲到电子啦 电子是从负去到真 ok?只不过呢,我们都是看电流嘛 所以电流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律 就是讲从真跑去负啦 ok吗?从真跑去负啦 ok吗?所以呢,我就不啰嗦了 ok?所以我们就进入那个课程范围里面了 所以呢,我们before进入真题之前呢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两个图 ok吗?所以呢,其实你的手这样握着的话 其实,为什么没有感觉呢? 因为它的电量其实实在是太小 ok吗?然后,其实我们的身体呢 也是一个可以导电的那一个部分来的 ok吗?所以呢,只不过battery呢 battery呢,它的那个电流 它没有这么大 ok?再加上它的电压也没有大 那么大啦,ok?电压的话 其实是我们下一个章节才会教的 ok?现在呢,我们先上电流先啦 因为如果你要让一个电流来走的话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电压的 只不过这一次今天我是不会进入电压啦 ok?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讲到battery跟那个高电压 高压电那边 ok吗?所以battery我们没有感觉 可是高压电那边 就是说你们的那个总电那边 就会有危险啊 为什么呢? 因为battery的话 它的电流其实是会比较小 ok吗? 然后高压电那边的话呢 它的电流会比较大 再加上它的电压也很大 ok?所以呢,你触碰的话 你就是会 可能会受伤 或者是会死亡 ok?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会导电 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水分 ok吗?有水分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导电喔 ok?只不过电池是没有感觉啦 因为太小了 ok吗?所以这里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ok吗?这里 ok?所以呢,我们就next ok?所以next的话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你们课本里面 ok?课本里面喔 活动一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 呃... 器件 ok?所以呢,它就是用发电机 来发电啦 就是说它没有用 那个battery咯 ok吗?它没有用battery啦 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用发电机 这里是呢,有磁铁啦 ok?所以呢,磁铁的话呢 磁性跟那个电呢 其实是他们有互相关联的 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会下半年才会教啦 ok?下半年的话才会比较详细一点 ok吗?所以如果你切割那个磁场线的话呢 它其实是会导电的 ok吗? 因为我们那个磁铁呢 它是会有那个所谓的磁场线 如果我们切割的话 它就是会导电 所以呢,通常发电机的话 有些发电机呢 它都是会依靠切割那个磁场线来发电喔 ok?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啦 就是说它不用battery 它用发电机来提供那个电能 来给那个小灯泡啦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呢 就是说当发电机缓慢转动的时候呢 那一个小灯泡 它就是会发出微弱的光 因为你的动能比较小嘛 ok? 所以你转换得来的那个电能呢 当然是会比较小咯 然后当你快速转动的时候呢 那个小灯泡就会更加亮啦 因为你的动能很高 所以呢,你的电能也是会很高咯 ok吗? 所以发电机呢 主要的就是要把动能转换成电能啦 ok吗? 所以呢,这个活动一呢 它主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 当电能越高的话 你的灯泡就会越亮咯 当电能越低的话呢 你的那个电灯泡 就是会发出比较弱的光啦 ok吗?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是一个废话来的啦 ok? 所以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些而已 ok吗? ok吗? 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些而已啦 ok? 所以 呃 呃 呃 那一个 那一个你们的那一个点名啊 ok? 点名啊 所以点名的话呢 你不可以就是分开哦 你就是要直接完整这样写啊 ok? 完整这样写啊 不要分开啊 写你们的英文名字 空一格班号 空一格跟学号 可以吗? 所以要这样写哦 ok? 如果你跳开来写的话 怕那个system detect不到 你要跟着这个format啊 ok? 写错的学生呢 可能你们要再写多一次啊 ok? 所以我们再回去那一个课本范围哦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的那个电流哦 电流的话呢 它其实是会有单位跟那个符号的 所以在你们课本里面呢 请你highlight起来 ok? 请你highlight起来 电流 英文名字叫做current ok? 英文名字叫做current ok? 所以呢 那个电流的大小呢 我们通常都是称之为电流的强度啦 ok? 简称为电流啦 我们就是讲电流咯 ok? 然后呢 电流的那个符号呢 我们就叫做i ok吗? i ok? 这个是i来的啊 ok? 符号就是一个i 所以呢 这个电流的话呢 电流的话呢 它的单位呢 通常我们是用安培啦 ok吗? i是它的符号 然后呢 单位呢 我们是用安培 也就是说像跟你们的那个长度一样 我们的长度的话呢 有分cm啊 跟m的嘛 这些嘛 所以呢 电流的话呢 它也有这些单位咯 所以我们就是写一个大号a啦 ok吗?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大号a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 就是说比如讲一些些的例子 所以 EA E安培等于13次方的m安培咯 ok吗? ok吗? 所以这里就是它 就像跟你们的长度一样啦 所以电流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测量单位啦 所以呢 其中它的测量单位呢 我们就是用安培来计算啊 ok? 电流的话 它的符号就是一个i ok? 华文名字就是叫电流 肥黄啦 ok? 英文名字呢 我们就叫做 Current ok? Current啊 或者是英文有些人 他们是比较喜欢讲Electric Current ok吗? Current或者是Electric Current啊 因为Current的话 它可以代表很多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叫Water Current Electric Current 所以呢 比较specific 比较准确一点的话呢 通常我们都是会称之为Electric Current啊 ok? 只不过我们 Short Form 就是讲Current Current Current哦 ok吗? 所以这个就是电流的那个介绍啦 ok? 所以呢 电流就是从Battery的正极流出来 然后再回去Battery的负极那边 对吗? 所以这个流来流去的这个东西呢 它的测量单位就是 安培 OK吗? 这里 好 所以我们就highlight起来就可以了 好 highlight起来啊 电流符号就是I 单位就是安培 或者是我们简称为安咯 安也是可以写的 一安 二安 三安 四安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所以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啦 就只是一个介绍而已啦 所以等下过后我就是会讲一安 二安 三安 或者是安培这些东西啦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一定要懂 安培是代表什么东西啦 OK 所以我们就next哦 所以呢 我们再next 接下去啊 所以呢 安培的话呢 它其实是跟你们之前初一的时候 有学过的那个单位换算 也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OK 所以呢 这个单位换算的话呢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到那么多啦 OK 因为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呢 它们是不会这样刁难你啦 就只不过纯粹要告诉你的呢 就是这个安培 它其实就像跟我们的长度一样 它们也是会有这些单位的换算的 OK吗? 所以它跟长度差不多一样 所以就是会有这些单位换算哦 我们就是有mega kilo hectare 白石 你看有分 有理 有好 有味 有耐 有那 所以等等之类的啊 OK 所以你就是逃不掉这些单位的换算啊 OK 所以这些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哦 OK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会有一些些的那个科学家的小故事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啦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就只是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安德烈马利安培 所以呢这个安培呢 其实它的名字呢就是来自于这位科学家 啊 OK所以呢他就是提出了解释磁现象的分子电流假说 然后并发现了安培定则和电流之间互作用的规律咯 OK嘛 所以呢他就是set了一个安培的law啦 OK set了一个安培的law咯 OK 来 就是来测量这个电流啦 所以呢电流就是以安培来计算呢 就是来自于这一位科学家啦 OK 至于这一些磁现象分子电流假说呢 就是解释了刚才之前 哦 就是说这个发电机 OK 发电机哦 所以呢他就是靠着这个切割磁场线来发电啊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下半年会学到的 哦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担心到那么多啦 OK 你不需要担心到那么多啦 对吗 所以这一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哦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这个科学家小故事 你其实是不需要去背啦 就只是看过一下 理解理解一下就OK了 OK 因为考试没有这么注重于在这一些啦 就只是纯粹要告诉你 安培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一位科学家啦 OK 所以我就next哦 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OK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next哦 OK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next啊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这一些那一个工作状态下的一些些的那个 就是用到的那个电流的东西啦 就比方说我们就是会用电脑啊 哦 电冰箱啊 灯泡啊 计算机啊 手机啊 哦 然后或者是一些的电 就是电视机啊 等等之类 我们都是需要到电流啦 所以他们才能正常的工作啦 OK吗 所以我们就是要依靠电流来让这一些用电器来工作咯 OK吗 所以用电器的话呢 他们都是需要到电流来工作啦 OK 所以这一些呢 就只是一个介绍而已啦 OK吗 可以吗 好 所以如果OK的话呢 我们就proceed哦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 每一个用电器呢 他们就是会有用不同不同的那个电量咯 比方说那个laptop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用到0.4A 我们或者是讲0.4A OK 或者是那个电冰箱它用1A 然后40W节能灯的话呢 就是用0.18A 计算机的话100μA OK 或者是那个手机的话呢 就是150到250mA 那一个mA OK 或者是电视机的话就是0.68A 等等之类啦 OK 所以呢 就是不同的电器 它就是会有不同不同的那个电流的量啦 OK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A OK吗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那个 所需要的那个量啦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就proceed哦 OK 所以我们next OK 所以我们next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不只是用电器 就是需要用到电而已 OK吗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生物 电路电 OK 所以它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会有讲解到 不但是电路中存在着电流 其实我们生物体内呢 也是会有这一些电流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我们人体 心脏跳动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由这一些微弱的脉充电流来出发跟控制的 OK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心电图咯 OK 所以呢 意思说我们人体里面 其实也有电流 只不过是很微弱 OK吗 是很弱而已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触电这个部分呢 一般情况下呢 1mR的话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feel到 OK feel到刺痛 OK吗 只是呢 如果你讲再增加的话 15mR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肌肉会失控了 就是说你会抖了 OK 你就完全不能控制到你的肌肉了 然后100的话呢 再增加到100的话呢 可能就是会导致死亡 OK吗 这里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它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生物里面 体内其实也有这个所谓的电流 不单是在非生物的那个电路中 我们这一些生物也是会有电流的 只是那个量是很弱 OK吗 因为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少过一分钟 五分钟的缘故 所以呢 可能那个meeting会随时会断掉了 所以需要你们再推出再进去多一次咯 OK吗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 有什么问题吗 OK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个就是讲解到我们身体里面 也是会有这个所谓的电流 也是会有这个所谓的电流 OK吗 好 所以 OK吗 所以这个小档案 其实我过后会把那个video放进去你们的WhatsApp group里面 所以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这个video 因为如果我在这里播的话 它会很lag OK吗 它会很lag OK吗 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好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随时这个meeting会断掉啊 我也没关系 那边的话 李小泉